嘿嘿嘿 又讓你在週一 沒有Monday Blues 體壇觀測戰 羅賓車壇來囉 今天的一開始的話呢 就為大家送上啊 這是首次呢 來到了印度海德巴 所舉行的 FORMULA E電動方程式大賽 世界電動方程式 錦標賽第四回合的賽事 首次來到了印度的海德巴 賽事登面起跑後 從甘位起跑的Mitch Evans 守住了領先的位置 緊咬著他的是Sean Eric Vermes 以及Sebastian Bweme 第二圈在T3的髮夾彎 看到澳門先生Motara 試圖從內側超越 結果壓上髒的路面 撞上了Nick Cassidy 自己的前鼻翼掉了刀子 賽道上滿是碎片 來到了第十三圈 又是在T3的髮夾彎 兩輛夾彎撞在一起 同時也撞到了Gunther 以及Fernestras 情況跟Motara幾乎一模一樣 Sandbert也是想從內側超車 結果撞上自己的隊友Mitch Evans 第十五圈 Sean Eric Vermes 啟動了攻擊模式 把領先的Bweme給超掉了 第二三圈Bweme的 Jake Hughes 因為鏡子卡到的方向盤 結果自己自撞上牆 把Safety Car給帶了出來 32圈的賽事之後 D.S.Pensky的 Jean Eric Vermes 拿下首個Hydrova E-Prix的勝利 好 咱們呢就來看一下呢 在這一戰過後啊 目前呢積分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好 咱們來看呢 Formula E在第四戰後呢 Sean Eric Vermes 他是以46分1.099 拿下了分戰的冠軍 25分入袋 拿下第二的則是Nick Cassidy 他是慢了.4秒 拿下18分 拿下第三的則是The Costa 他是拿下了15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呢 車隊的排行 Tech Hoyer Porsche Formula E Team呢 則是101分啊 目前領先 然後是Avalanche Andrea Formula E車隊 78分 目前車隊排名在第三的 則是Envision Racing 59分 下一戰的Formula E呢 將來到了南非的 Cape Town 開普頓 這個日期呢 是在2月24到2月25號 哇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的WRC啊 每一次呢在瑞典的比賽 都是非常的精彩的 世界拉力錦標賽第二回合 來到了瑞典的舞昧 周日最後的WUF Power Stage Lapie以5分42秒 拿下了賽段的勝利 也拿下了5分的紅利分 而衛冕冠軍 Roman Pera因為想在下一站 墨西哥有比較好的起跑順序 刻意不在POWER STAGE 做出太快的成績 最後做出第三塊的時間 Terry Neville 則是在8.7公里的路口的 差一點點衝過頭 他表示啊 在這裡他蠻擔心 刹車刹不住的 最終在這個賽段呢 他落後給自己的隊友 Craig Green呢 1.8秒 也讓Craig Green在總成績 一下子就超過了Neville的位置 拿下了Rally Sweden的亞軍 在5年後呢 今年回歸M Sports的Oytanek 還在適應Fort Puma Rally的他 替車隊呢 拿下了今年的首個分戰冠軍 這也是他呢 從2022 Rally Monte Carlo的第一勝 下一站WRC世界拉力錦標賽 即將在3月份到墨西哥的 Gunajuato 舉行 哇 轉眼之間啊 Moto GP呢 也要登場對不對 不過呢 他們上個週末呢 就來到了這個Seppan 做了他們賽前的測試 Ducati的車手Luca Barrini 在2023年第一次Moto GP 季前測試的最後一天 做出了比衛冕的2022年 世界冠軍Francesco Banaya的時間 還要快 他所做出的1分57秒889 比Ducati的Banaya 以及Aprilia的Mavic Vinales 都要來得快 哇 看樣子換了今年的Moto GP 賽季一定是非常精彩的對不對 講到非常精彩 哈哈 我終於等到了 就在Robin家的後院舉行的 華萌拉力賽宜蘭郊西站 即將要在這一週登場囉 UCRA華萌拉力賽 開村之後 首站來到了宜蘭郊西的溫泉鄉 這次是在宜蘭縣長林志廟 觀光協會王會長 中天溫泉的王又欣老闆 還有郊西鄉民代表會副主席吳政展 以及刨韶輪和林伟兩村的村長 和所有村民們的大力支持之下 才能夠有機會 將這場精彩的賽事帶到了蘭陽平原 賽事將在週五跟週六各跑兩個賽段 總共是四個賽段 都是在柏油路面上舉行的 所以速度是相當的快 這一戰對於車隊輪胎的選擇 以及車輛的設定 都有別於原本的拉力賽的路面 所以挑戰是相當的大 這次總共有125輛車參賽 除了原有的四傳A組 四傳B組 Honda各級別 F2A F2B 以及後二區組 還特別增加了GR Yaris的暴力壓組 F2B Plus組 這是1800cc以下的Turbo 所有的參賽車輛當然了 都是合乎FIA的安全規則 相信一定會讓大家親身體會到 拉力賽的魅力 所以不要忘了 好 就在這一週五跟六 要來這邊現場 替我跟Kiki加油了 講歸講 節目看到這裡又到了 該說再會的時候 不過不要走開 咱們後面還有更精彩的猛料 要為大家送上的